NBA季前赛中国战的比赛在上海开打,76人对队阵独行侠队,虽然丁燕与航也跟随独行侠队来到了球场,但比较遗憾的他与维茨基都圆了本场比赛,经过一番较量,76人对最终以100人, 20比114战胜了独行侠队,其实独行侠队在上半场都还打得非常不错,但是最后一截两队都只派出了替补阵容,再加上76人对球员JJ雷迪克的神级发挥,本场比赛,雷迪克在22分钟的出场时间内,失投失重,其中3分球7投7重,拿到了全场最高的28分, 但现在的中国球迷依然用失声来表达了不满,在今年春节的时候,NBA官方曾放出了一段祝福中国观众的视频,但在视频中雷迪克使用了种族歧视的词语,这直接引起了众多中国球迷的不满, 而这次雷迪克也跟随球队来到了中国参赛,自然就会遭到球迷们的抵制,只要雷迪克一接球,现场的观众就会对他报以失声,虽然雷迪克的表现确实比较不错,但球迷们的失声并没有停止过, 不过让人比较意外的是,后面居然还有人给他鼓起了掌,好在这只是一小部分人, 再后雷迪克在接受采访时就谈到了观众我们的虚声,这是我一生中收到过最有礼貌的虚声, 我的意思是,他们中国观众对你给予许声,然后欢呼,像是,我们对你很生气,但更欣赏你打球,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,雷迪克都吸体小,眼的,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此前的言论有多么严重, 有一位球迷的评论,可谓是一针界线,徐生给的是雷迪克,掌声给的是篮球。